记者陈金于新北报道,预计今年底完工通车的淡海轻轨单程票最近出炉,但消息一出,却遭外界质疑不环保,指政府力推限速,却使用无法回收的热感应指。 新北市议员陈宇恩也质疑热感应指票券单薄,容易搞丢,使用方式也不符合民众达成习惯。 对此,新北市政府捷运工程局解释热感应指成本较低,且较一般印刷环保,将维持原案。 目前已通车营运的台北捷运、桃园捷运和高雄捷运单程票都是采用原型的塑胶币。 新北市捷运局日前在三环三线进度公开专业公布淡海轻轨单程票券采用的则是热感应指。 新北市捷运局总工程司林建勋说,单程票上印有票种、金额、企气站等名记以及公查票的QR Code,而又有卡、易卡通、I Cash、爱金卡及Happy Cash、有钱卡等四种电子票证也能用于淡海轻轨。 市议员郑宇恩说,热感应指薄薄一张,很容易因放在口袋摩擦而磨损,票面资讯保存不易,而且热感应指无法回收,不友善也不环保,为何不比照台北捷运的塑胶币? 林建勋解释,轻轨站在开放式设计不设置刷票闸门,因此无法回收塑胶硬币,除了我国的高雄轻轨,英国爱丁堡轻轨,维也纳斯铁,芬兰轻轨和韩国铁路的单程票也都使用热感应指。 运用广泛 林建勋说,购买淡海轻轨单程票的乘客可以直接上车,无需刷票。 至于持电子票证的民众,则是在起站,起站刷卡扣款。 至于外界质疑热感应指不环保,林建勋则回应,热感应指教一般印刷方式少了色带,碳粉使用,相对环保。 林建勋坦颜成本也是重要考量,北捷的塑胶币一枚就要10元,而热感应指一张仅月灵16元,两者成本相差60倍,更不要说还有建制闸门的成本。 林建勋说,但海轻轨票价仍在讨论,里存票价单一票价都有可能,是电子票证乘客则确定想有票价和转成优惠。